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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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翟兰叶疑惑地问道 埋态是什么意思 惊吓笑呵呵地解释道 侮辱 讽刺 哈哈 说完 向陆毅自豪地挑了挑眉 这两人欺负谢霄 仿佛有正一般 谢霄委屈兮兮地道 你俩太过分了 翟兰叶打断谢霄的话语 提议道 我们庆祝陆总全域干一杯 翟兰叶的提议 将大家的注意力再次转移到美食之中 待大家吃饱了之后 今夏提议完酒桌游戏 输者罚酒 酒桌游戏 最为简单的最为常见的便是敲七了 可是 几轮下来 谢霄发现一个问题 那就是陆毅是高手呀 从来没有失误过 谢霄提议便由敲七换成了猜塞子游戏 而这个游戏 想要赢 除了套路 还有幸运度了 就算你套路在身 若是点倍 也只能认命 看着陆毅多次输掉游戏 谢霄露出了满意的笑容 管你什么高冷男神 在谢霄这里 统统要撕掉你的外衣 把你狠狠地摔倒在地 让你变得接地气起来 惊吓得彩虹屁 陆毅连续输了三次 喝了三杯酒 谢霄忍不住嘲笑道 陆毅 你也不行呀 你的套路 在我这里通通失效了吧 快叫一声哥哥 我便饶了你 陆毅无奈地看着谢霄 狠狠地瞪了谢霄一眼 哎 自己怎么会和这样幼稚的男人 玩起游戏了呢 看来自己应该是被困在这里 得了失心疯 惊吓看着陆毅瞪眼的表情 双手脱腮 忍不住赞叹道 果真是 人如果长得帅 翻白眼 翻出来的眼球都是绝色冰雪原 听见今夏的大型表白现场 陆毅忍不住露出了笑容 谢霄实在是受不了今夏饭花痴的模样 袁大虾 收一收你的彩虹屁 我浑身都起鸡皮疙瘩了 今夏笑呵呵地道 我这才不是彩虹屁呢 我这是实话实说 或许是因为喝酒的原因 让今夏情不自禁地当着大家的面 开始公然表白陆毅 陆毅再一次露出自己专属的弧度微笑 今夏看见陆毅的微笑 只觉得这个男人更帅了 在一波彩虹屁走起 你的美貌让我在死与活之间反复横跳 陆毅被这一句话弄愣了 什么意思 陆毅眉毛微皱 关键今夏觉得陆毅皱眉的样子 都十分地帅气 陆毅忍不住问道 什么意思 谢霄哈哈大笑起来 道 她的意思是你一会好看 一会丑 哈哈哈哈 今夏对着谢霄怒道 那才不是呢 随后又花痴地看着陆毅 道 我的意思是每次看到你都会被杀到 再一次听到今夏赤裸裸的表白 陆毅笑得更开心了 谢霄看见陆毅咧嘴笑了 那眼神就像看见了UFO一样 脱口而出 陆毅 你能别笑吗 我怎么感觉你一笑 这么吓人呢 今夏拿起一块白菜 扔向了谢霄 微怒道 你才吓人呢 谢霄躲在翟蓝叶身后 大声道 蓝叶 咱俩不能和他俩玩了 欺人太甚 翟蓝叶笑而不语 谢圆圆 你行不行 躲在女人后面 算什么好汉 我愿意啊 出来 继续PK啊 今夏叫嚣着 喝就喝 谁怕谁啊 陆毅看着今夏还想喝酒 致指道 别喝了 太晚了 大家睡觉吧 哦 那好吧 袁大虾 没想到你还是一个敷管颜 你行不行 我愿意 你可别当着我的面秀恩爱了 散了 散了 睡觉去 翟蓝叶起身 刚想要去整理餐桌 谢霄立刻抓住了他的手 致指道 别收拾了 明天再弄吧 翟蓝叶看了一眼谢霄 谢霄这才反应过来 刚才的动作过于暧昧 他立刻一开了自己的手 略有些不好意思 谢霄大大咧咧惯了 何曾这样扭扭捏捏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